1979年 红金宝找到师弟元彪 激动地告诉他下部戏你做主角 没行到元彪却说找我干什么 我不想做 红金宝生气地说道那可是男主角啊 你不做有没有搞错啊 那时的元彪有着自己的想法 想要做一流的武术指导 红金宝就劝他做主角露面的机会多 可以多方位发展啊 元彪冷静地想了想 觉得他说得对 参演了第一部主角戏 咱家小子 小时候的元彪很是调皮 元彪的父亲每晚都会带着他来看戏 为此元彪觉得很好玩 看着如此不爱读书的儿子 元彪的父亲果断将他送去学艺 那时的红金宝 成龙等都已经加入于战园的中国研究戏剧学院 进学校的时候 元彪乐呵呵地表示 这里真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师兄们就会笑他 你还不知道发生什么 笑吧 笑几天你就笑不出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 元彪还有着新鲜的劲 可一个月之后 他便哭着跟父亲说我想回家 元彪的父亲可不理会这些 只是让他好好在戏班子里锻炼 元彪和师兄弟们 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起床练功 调皮得他没少挨打 那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打 以至于后来拍戏比较抗奏 密不可分啊 学艺的日子非常刻苦 但师兄弟们的感情非常要好 14岁时 元彪从戏班学艺出来 那时并没有公司要身形瘦弱的他 只能跟随师傅来到美国做戏 师傅很开心地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没想到当时的红金宝 说不去 成龙更是不去 个个都找借口 看着徒弟们推三走四 师傅非常不高兴 只能找以前的拍到 带着元彪出发去美国 在美国逗留了八个月之后 元彪决定返回香港 他问大师兄 红金宝回香港有发展吗 红金宝没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赶紧买票回来 给他想办法 那时的元彪仍是小朋友 但他有了工作 给女演员做替身 毕竟还是要赚钱的 红金宝和成龙几个人 相继在娱乐圈混出名气之后 便决定带上元彪一起发展 1979年 红金宝找到做了几年替身的元彪 想要专门为他打造一部电影 起初元彪并不乐意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由于宣传力度大 这部戏又是根据元彪的特长定制的 电影上映后 元彪很快有了名气 观众们认识到了这位身手不凡的少年 随后元彪的师兄成龙也扶持了他一把 将他的事业推到巅峰 1980年 元彪以男二的身份出演了成龙导演的电影《师弟出马》 正所谓师兄弟强强联手 在创辉煌案 此后 元彪更是与师兄一同合作了 A计划 快餐车等经典电影 元彪感觉自己很是幸运 拍了那么多危险的动作戏 却很少受伤 一次与梁家辉拍打戏的时候 当时的房间里点了很多蜡烛 打着打着 两人感觉都快缺氧了 突然元彪脚底踩到鹅卵石 一个没站稳跌倒在地 脚后跟都裂开了 一次飞机上的戏 元彪需要吊着薇亚 从飞机上跳下来 底下只铺了三层纸箱 没想到 薇亚掉到一般的时候 绳子突然断了 元彪就这么直直地摔了下去 腰都对折了起来 医生们连忙上前检查 出乎意料的是 元彪竟然什么事都没有 真是太幸运了 元彪让人印象最深的 大概就是他脸上的痣了 由于医生说这个痣时间长了 可能会发生癌变的可能 最好拔了 但这个痣已经成了元彪的标志 突然让拔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但为了健康着想 元彪忍痛割爱 拔痣的那天 医生本来想往痣上打麻药 但只太硬了 只能往周围打去 去了痣的元彪很不适应 化妆时总是让化妆师给他在画上 即使是同门师兄弟 喝醉酒后的元彪都会当众大骂 一次 元彪喝多了想打红金宝 红金宝一脚便将他踢了出去 没想到元彪爬起来 还要打人 又被一脚踢开 实在没办法 红金宝只能将他打晕 送回家中休息 等第二天醒来后的元彪 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面对师兄的调侃 元彪则说 应该把这些记录下来 方便以后回忆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拜拜